文林院都更案被大法官做出違憲的解釋後呢 文林院的王家開心的說 政府終於給他了個公道 可是台北市政府又是怎麼回應 郝市長說市府會將釋憲結果 跟文林院的協商平台一起討論 文林院王家申請釋憲 大法官在26號下午做出第709號解釋 宣告都市更新條例的部分內容違憲 台北市長郝龍斌對釋憲文出爐 回應相對保守 大法官的釋憲對於台北市文林院依法拆除的問題 是拆取不處理 至於這件事情會不會影響到都市更新的進行 以及文林院協商平台中間的工作 我們會把所有釋憲的結果 一起在這個文林院的協商平台中間 來跟三方來討論 但郝龍斌也不敢把話說死 強調副市長張金二已經召集相關局處開會研議 下午將對外說明 不過當都更條例違憲的消息一出 文林院王家相當開心 認為政府總算還一個公道 而同一戶也感謝大法官 我一直被人家抹黑成釘子戶啊 那終於 然後官司一路輸啊 終於有一個贏的官司 然後我的立場就是 我覺得我終於 終於得到 得到 得到一個 合理的對待 總算22條跟36條都沒有危險 那這次確定 真的可以讓我們趕快回家的一個依據 文林院的同一戶和不同一戶 一口同聲感謝大法官的裁決 只是釋憲結果無法溯及既往 依然無法改變王家被拆的命運 但對台北市副市長張金二 建立的協商平台 恐怕也將增添不少變數 UDNTV綜合報導 而對於文林院釋憲案的結果出爐後呢 剛剛說的這個台北市副市長張金二 今天呢他也找來了相關局處在記者會上 市府強調呢基於不溯及既往 釋憲案的結果並不會影響已經核定的文林院 都更案以及相關的拆除作業 可是呢市政府仍然希望在兼顧各方權益下 讓事件圓滿落幕 這是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